今天给大家讲这场战争 就是对月自卫反击战 这场战打了十年 79年打一次 81年打一次 84年再打 一直打到89年 整整十年的战争 教科书里面没有 可能很多大学生到现在为止 都不知道有这么一场战 今天我们想用这场战争 来告诉大家什么叫忠孝 这场战为什么打 这是大家头脑里面一个悬念 是今天我想 首先告诉大家这场战的背景 其实主要是中国和苏联的关系 那个年代 苏联不是现在简单的俄罗斯 大家看地图 它是由15个国家组成的 号称世界的超级大国 苏联和美国争霸世界 当时 我们中国原来 跟苏联也是非常友好的国家 后来因为种种原因 也成了敌对 所以 我们要改革开放 我们要发展 你的敌人就要处处封锁 你越穷越落后 越好封锁你 所以当时 大家看看地图 我们改革开放 从哪里出去 世界各国人民 跟我们做生意 从哪里 后无交流 走北面西面 那是你的敌人 出不去的 走东面 韩国日本台湾 后面是美国的势力 太平洋也不行 我们走向世界 文艺的出海口 就是南海 苏联想封锁住我们 边长莫及 需要找一个代理人 跟他配合 对我们形成夹击 找到谁了 越南 你们看地图 越南刚刚抗美胜利 想撑爆东南亚 我们坚决访 苏联就趁机 加大对他的援助 说越南完全倒向了苏联 为了配合苏联 对我们的战略包围 越南 首先在边境上 驱赶华侨 然后开枪开炮 制造紧张 如果紧紧在边境上活动 他不算什么 可是后来升级了 越南开始侵略老挝 侵略柬埔寨 几天之内 就把柬埔寨首都 进边供下来了 如果任期发展 缅甸泰国 都不是他的对手 大家从地图上看 很快我们南方会出现一个新的小霸权国家 跟苏联配合 我们国家完全被封锁 我们能允许这个情况出现吗 大家不能了 那么又在这个时候 又出现一件至关重要的事件 78年11月3号 苏联 处于签证中国的目的 跟越南签订了一个条约 对外是友好条约 实际上是个军事条约 这个条约最重要是两条 一条 其实两个国家当中 有一个国家受到武力干涉的时候 另外一个国家可以除兵援助 为苏联除兵埋下了伏笔 第二个重要的条款是什么 中间两行红字 看好 读一遍 你就记住了 是什么意思 看看这两个点在哪里 最下面看到没有两个红点 条约签订了 苏联分分钟就可以到这两个地方建军事基地 我们国家马上就全部被包围 人家已经定完条约了 这就紧张了 70年代 世界上最强大的海军和空军就是苏联 我们中国那个年代有什么 没有航空母舰 我们的飞机还飞不到那里就没有油了 你怎么保卫改革开放 如果苏联的舰队过来了 他的飞机往这里一巡航 哪个国家还能跟你做生意 中国改革开放 太死服装 同志们面临这么大的一个威胁 怎么办 怎么办 打 为什么要打 看懂了没有 但是打他很容易 后面是苏联 而且条约都定好了 这里一打苏联就可以全面进攻 同志们 中国又一次面临危机 是邓小平是个伟人 在国家民族面临这么重大的危机 下这个决心打 那是一种民族的责任和担当 不仅下决心打 而且很有策略 有一句话 我想问问同学们知不知道 世界上 没有永远的朋友 只有永远的什么 利益 利益 就是大国博弈的最重要的问题 当年 苏联和美国 是敌对 我们跟美国跟苏联也敌对 三个国家互相敌对 在这种情况下怎么处理 就在 他们的条约签订 一个月以后 一件大事发生了 轰动全球 中美建交 直接是一月一号 突然宣布中美建交 轰动全球 紧接着第二件大事又宣布了 什么事呢 邓小平发美 有一张照片你们可能从来没有见过 请看 邓小平到了美国反位 完全打破常规 一般领导人见面握握手就坐下来了 他不坐 握完手 拉着美国总统手照相 港世界记者咔嚓咔嚓就照这张照片了 全世界发表 给谁看 给苏联和越南看 不仅发表了这张照片 邓小平在美国开记者招待会的时候 用他的四川话 对越南发出警告 看看他们有什么反应 原话是这样说的 交朋友不听话 要打打屁股咯 要打屁股了 这边一说要打屁股 越南不怕 你敢打我的屁股 苏联就打你的屁股 我们定好条约了 苏联说他敢打你 开玩笑 他那点实力上什么 你看看中枢边境 我一百万大军 全是专家部队 都做好准备了 只要他一动你 我全面进攻 一个星期解决问题 两个国家都不怕 还打吗 如果真打起来 苏联打过来了 我们顶得住吗 如果顶不住 整个中国陷落了 又要抗战多少年 面临这么大的风险 那就不打 不打的话 就乖乖地 接受他们的封锁 永远贫穷落后 同志们 打不打 打不打 打谁啊 对啊 你都知道要打越南了吧 怎么打 2月5号 邓小平结束反美 2月8号 回到北京 一个星期以后 2月14号 中国政府罚出战争 动员令 三天以后 2月17号 开战 中国一句老话 人不放我 我不放人 人若放我 我必放人 我不要你一层土地 但绝不允许 你在我家门口 称王称霸 打到越南去 用了多少部队 兵力不数 云南方向 11军 13军 14军 管系方向 41军 42军 43军 50军 54军 55军 加上两个省军区 11个军级单位 全面进攻 几天之内 全人阵地突破了 预定的目标 一个一个地打下来了 特别是3月4号 攻克量商 标注性的胜利 量商也打下来 不打了 3月5号 向全世界发表声明 我们作战是有限的 是惩罚性的 不要他的一种土地 撤军 部队 开宣归来 从打出去到撤回来 有了多少时间呢 28天 战争结束 结果出乎意料的是 苏联没有动 连我们部队也都出乎意料 当时分析 苏联是绝对要动的呀 大打 他来不及准备 小打没有意义 他现在准备了一百万部队 起码都是中打 我们是做好 抗计苏联中打的准备 结果他没有来 我们高兴了 少打一仗了 越南就受不了了 大神之言 你怎么还不动啊 苏联说 最近邓小平去美国访问 不知道搞什么名堂 他还在研究 等他研究清楚 我们都撤回来了 他想打 没有机会了 越南被痛打 苏联没有出兵 我们就警告他了 怎么样 你的条约管用吗 大神这样他都不出兵 你还要请他进来建基地 一旦请进来 就请不出去了 你以后又成了苏联的殖民地 你怎么办 没有出过苦吗 过去法国人战利你们 我们把你打出去的 美国人侵略你们 也是我们把你打出去的 现在你恩将仇报 是不是将来还请我们来 把你打苏联人 越南想想也是 真的进来了 他不走 你也是赶不动的 以后真的成了他的基地 也麻烦了 正好那边没有出兵 违反规定 这边我也就不干了 所以越南不同意了 两个基地建不成 苏联的两个基地泡汤了 改革抗法的大门 怎么样 打开了 同志们 没有这场战 哪有改革抗法的今天 这就是战略 不气息 有 multiples 有错 有两个怪充 有什么怪典 什么怪典 什么怪典 这事 有遵 Mental灯 没 neighborhood 有可能 听到什么怪典 你